歡迎收看本週的 KKBOX 華語新歌超棒 我是以倫 續舟 本週的第十名是 潘瑋伯的 Coming Home 歸為三年 他終於發現 他的第十一張創作專輯 異類 沒錯 非常的期待 那我們也知道 為什麼Coming Home這首歌 會誕生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就是在三年前 就是他在演唱會的彩排的時候 就是因為就是有一些 要做一個特技 對 然後頭部有一些撞擊這樣 所以他那時候就在病床上 度過 就是要以一個堅強的信念 度過的一個歌詞 然後把它寫進去這樣子 我發現他常常這樣 就是每一個過程對不對 對 過程 因為你知道誰是MVP那首歌 也是 因為他膝蓋的那個 受傷之後回歸寫的 所以他第一句才是 換一回來時間 沒過那麼快 所以是真正MVP 對 所以這是我們為什麼 會那麼喜歡潘瑋伯的原因 大家好 我是潘瑋伯 很開心 因為就是 這樣專輯準備蠻久的嘛 然後專輯叫異類 希望大家現在目前看到的是 第一首歌 comment home 然後感謝大家支持 讓他有一個好的成績 也希望他繼續支持 有一個更好的成績 也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首歌去 看看裡面寫的一些歌詞吧 然後可能 反應一些自己的態度 人生的態度 你們的想法 或是這個社會的現象 所以滿希望大家可以去 接頭一下這個 裡面那些歌詞的含義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 浴室就是賣熱死 然後 不但天氣熱就算了 然後 還火上架火 旁邊還有一大堆火 然後其實那個火 瞬間有 因為有時候 油會使用的不一樣 然後有一沙納聲 火這樣爆出來 所以我拿它跑命 你知道 所以還滿危險的 所以這次MVP其實也是 其實就滿反應出 可能我之前的 在寫這首歌的心態 就是我之前可能 手頭手傷的時候 穿手穿梭過的 那種生死的那種瞬間 所以可能 某種成績 希望大家可以乾 Coming Home 就是回到自己 最舒服的狀態 最滿意的 一個自在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就是代表 送給所有的朋友 希望大家會越來越強 心腸越來越強 同時呢 越來越可以不要受一些 分辨擾擾 困擾擾 而是為自己人類 心腸其實叫異類 其實異類就是 異於常人的人類 那很多時候 異於常人的人類 有時候常常 往往會被 一般的 可能所有人的想法 一致的時候 往往會被你當成一個 很奇特的人 或是變成一個外面的人 或是 外面的人 那我覺得 某種程度 其實你要堅持自己的想法 只要你不害人 或什麼 不犯法 或傷天害人 其實你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理念 也堅持下去 也就是勝者 所以我覺得 當然異類沒有什麼不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 找到自己最希望的一片天 接下來是本週的第九名 維里安的 愛如空氣 恭喜 那這首又是一首翻唱 十二年前是孫力所唱的 現在呢 維里安把它唱成一個 完全完全不同的感覺 而且大家也知道 維里安的嗓音是非常獨特的 對 所以她在每次翻唱一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都會有一種 完全不一樣 感覺好像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這首歌一樣 對 再來是本週的第八名是 鍾振宇的 現在的你好嗎 我覺得這個歌手其實非常的努力 而且很有毅力 她是有故事的 對 她之前就是真的是 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背著吉他 然後其他的小五十 然後就跑遍全台北 就是大大小小的 Live House 就是去做演出 然後去做演唱 然後就有了一些積蓄之後呢 就是現在就開了一個小小間的 音樂藝術的有限公司 就是一個工作室 對 那這個單曲就是 現在的你好嗎 就是也是在說一些 比較思念啊 一些離別上 一些情感上的 的一個歌曲的抒發 那所以就是也代表 就是我覺得聽完就是真的是 你要把握當下 不管是親情友情還是愛情 我覺得都可以這樣做 再來是本週的第七名是 黃明志的 擊敗人 擊敗人 再來是本週的第六名是 彎童的 Castly Love 因為這首歌我們都知道 它是在巴黎錄製的 包括MV 其實也在巴黎拍攝 對 他們來到就是八十九層樓 八十九層樓 無電梯的國宅大廈屋頂拍攝 八十九樓無電梯 對 爬多久啊 對啊 所以就是整個給它爬上去 因為他們為了就是 要有一個好的一個美景 就是為了畫面犧牲就對了 對 而且就是小春好像本身也有 巨高震 巨高震 不過還是有一點小確幸吧 對 比如說那個洋妞大露屁 那種 應該也是一點小確幸 因為我突然發現那個 擊敗人裡面的洋妞呢 跟Castly Love裡面的洋妞 它是非常不一樣路線的 哇 哈囉那種 大家有看MV真的那一塊 整個就是 很誇張耶 那個 因為那個很 就是造那種 對那個超大就是 佔了你的螢幕的三分之二的 那種感覺 就覺得他皮膚一定要保養 因為那個細紋很明顯 你已經開始有了是不是 不是 你才幾歲就 屁紋 我絕對不能當PT 我聽一個不出來的 來到我們本週的第五名 陳琳九的最後一首情歌 再來是本週的第四名 是曾沛子的你離開他了嗎 再來是本週的第三名 是李榮浩的就醬 就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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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醬來到第三名也是蠻厲害的 就醬就來到第三名 就醬 會不會就醬到了第一名呢 很難說 可以喔 你為什麼講話要這個樣子 好好講話 李榮浩在9月16號的時候 其實有在台北的小巨蛋 要準備一場演唱會 哇 對 而且之前呢 跟他別場的演唱會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他現在還不想要透露太多 因為他想要給大家一個驚喜 很保密耶這樣 非常的保密 而且他在別場演唱已經夠精彩 他還會帶給台北唱不一樣 對啊 舞台啊 服裝啊 或是歌曲的曲目啊 完完全全的會不一樣 OK 對 然後會讓大家覺得 哇 就這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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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讓大家覺得 嗯 嗯 嗯 就這樣 再來是本週的第二名是 周湯豪 Nick The Real的不放 來到第二名 Nick The Real 這首不放 就是我們也知道 他近期就是有到那個LA 就是 一屁股是參加他好友的婚禮 對 然後順便就是 欸 就是去拍了一下 不放這首MV 我覺得他本身就是一個 對自己工作太太滿認真的 然後他這一次就是 是 他是 就是公司就讓他放個假 但是他就還是心機 就是好像還是要拍 就是不放的MV這樣子 好叛逆喔 對 就覺得沒有他還是 就是工作器在心上那種 本週的第一名是 非常快的快魚仔 魯廣仲 這魚仔真的非常的快 對 從上一週 直接就爬到第一名 上週四個 直接飆了四個名次 很厲害 上升了四個名次 很厲害的 而且喔 他最近在TICC 在八月十九號的時候 有一個音樂會 沒錯 後來加場 八月二十號又加了一場 直接秒殺 又爆滿了 你看這些魚仔們多快 大家太期待他了 對啊 而且我覺得 就是這一次的花甲 還有這一次的整個 音樂園的聲帶 他們非常的互補 你知道嗎 一個好的戲劇 需要好的音樂 那剛好都是他 基本上就是 觀眾們 他非常受到觀眾們 就是在他演技上面的喜愛 肯定 還有音樂上面的認同 對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次真的很厲害 花甲真是大眾 非常努力的一位 所以我們繼續幫他加油 恭喜廣眾 也恭喜以上十名 沒錯 所以我們還是要繼續期待一下 下禮拜的戰況 到底會是什麼樣子呢 沒錯 讓我們繼續鎖定下一周的 KKBOX 華語心歌中寶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